在市政會議後的記者會 謝國良市長會同正風處處長向市民報告 為了確保公共工程採購案的推動進度 並兼顧品質 由市府判定重要的公共工程採購案 如有必要將啟動廉政平台 除了市政府正風市之外 也會邀請地檢署、廉政署、調查站 市情況派員參加 市府正風處還特別前往新北市政府取經觀摩 所以我們會開始成立 跟大家講基隆市政府的採購 及重大工程的廉政平台 這個廉政平台是怎麼樣的運行機制 就是在未來重大的公共工程 以及重要的業者的評選 我們會由本府或正風處 對於判定重要公共工程採購案 有必要的話 我們將啟動廉政平台 當然我覺得應該還是要一定的金額 一定的制度化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會授權 正風處包括魯處長在內 來訂定一個標準 來成立所謂的基隆市政府的廉政平台 那成立廉政平台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跟大家來解釋 放這邊就好 我跟大家來 在我旁邊一點 來跟大家來解釋 就是在這個廉政平台成立後 當我們覺得這個會議 這個是重大的公共工程 或者業者評選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發函邀請 包括地檢署 包括廉政署 以及調查局 就是我們俗稱的檢聯調 來參與整個評選的過程 那這個參與這個評選的過程 就可以讓這個很多外界 更了解到這個評選的內容 要不然現在有很多所謂的 公共工程的評選 其實外界是並不了解的 所以我們啟動了這個廉政平台後 就可以讓減聯調 進入到這個評選的過程 那我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雙北包括台北跟新北 都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存在的 唯獨目前我們基隆市 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所以未來我們也要成立 我們自己的廉政平台 重要的公共工程 重要的業者評選 我們要引進 這個專業的人士 跟我們共同與會 那我們做這樣子的目的 是主要是有兩個 第一個 我們要杜絕外部不當的干擾 因為我們其實了解到 有很多的公務員 其實他們是很想要認真好好做事 選出最好的廠商跟這個業者 來為政府為民眾來服務 可是往往有很多很多外力的干擾 來自於不同的方面 有時候會讓公務員是不慎其擾 所以我相信在廉政平台啟動後 在這些評選的會議中 有減連調的參與 我相信能夠有效的 杜絕外力不當的干擾 那另外第二點呢 很重要就是要優化 我們監督的機制 只要有人看著 有人注意著 比照雙北一樣 透明化 那麼我想 就可以達到 清廉執政的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來一直